話說,在營征十年的年尾,在咸陽街頭就出現了一個葛伊竹將的老人家。 這個時候,蒙鐵就剛好打馬經過,見到一個伯爺公容貌其燈,於是就上去恭敬地問他姓名。 那個老人家說,世外之人早已經無聲無名了。 啊,蒙鐵又怎麼肯過他呢?又試問,那個老人家這樣才開始靜眼望蒙鐵。 過了很久,他眼裡慢慢有些亂意,於是,陷陷糊糊就說出了兩個字,威了。 蒙鐵那群徐蟲在這裡奇怪,什麼?威了?怎麼從來都沒聽過有這樣的人物? 但是,那邊那個蒙鐵已經好像被雷劈中一樣,臉色大變,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 蛤?威了?傳說中的威了? 在蒙鐵剛剛開始識字的時候,就在他的阿爺蒙鵝的督道之下,無數次讀過一部叫做威了寺的兵書。 要知道,在先秦的時候,寫一本書就很艱難的,所以讀一本書也不容易,尤其是兵書,普通人怎麼會讀得到呢? 蒙鐵乃是帳門之後,資源佔有就自然是普通人家的子弟可以比。 威了寺這本書的殘缺,只有十二篇,雖然如此,蒙鵝對這十二殘篇的推崇,就更在著名的兵書《孫子》之上。 蒙鵝對威了寺的推崇,自然也影響到了年幼的蒙鐵。蒙鐵曾經問過阿爺蒙鵝,說這個威了這麼厲害,現在在哪裡啊? 對於這個神秘的威了,蒙鵝也是只見其輸,就未見其人,於是就答說,威了估計應該是以前的一個世外高人,怕且一早已經先世多年,無緣得見了。 這個回答,曾經令到蒙鵝就唏噓了好久,恨不能和威了同世相處,一倒他的風采。 哈哈,誰知道就在今天,竟然能夠被他撞到威了,生歐歐的威了啊! 偶像就在眼前,蒙鵝內心一陣前所未有的激動。 曾幾何時,蒙鵝每讀威了子的時候,都不禁神往,想見一下這個人。 今天一見,果然是沒有失望啊!威了其人,就好像他本書那樣,冷盡松木,銳智西里。 一向瀟灑的蒙鵝,居然間都變得有點緊張不安。 面對著自己偶像,他連說話都有點失望了。蒙鵝說, 小子蒙鵝,乃是秦國故將軍,蒙鵝的孫,先生的忠實讀者。 得見先生,實乃是三生之幸啊。 威了只是淡淡地呐了一聲,他說, 哦,原來是蒙鵝的孫,蒙鵝都算是良將了。 嘩,蒙鵝那群隨從聽不下去咯。蒙鵝是什麼人啊? 曾經打到六國民風喪膽的秦國三軍統帥咯。 哈,在這個老坑口裡面,只不過是算個良將而已。 而且聽起來,還好像很勉強,很不情願那樣。 蒙鵝那群隨從立即圍著威了,準備群偶這個狂妄之極,不知死活的百爺工。 蒙鵝大怒,他罵那群隨從說, 嘩,先生呢是當世生日,就算是百萬紅絲,都視之於草戒。 何況是你們這幫彈賞? 速速退下,別丟我架。 嚇到那群小子又馬上退後,威了點點頭,對蒙鵝的應對就表示滿意。 蒙鵝又說,這裏不是暢談之地,萬望先生屈專家來到韓社, 准許小子斟茶遞水,服侍左右,奏教請益。 威了擺一擺手,算是答應了,蒙鵝就高興了,連望將他的座企讓給威了。 威了大笑,拍著汗血寶馬。 汗血寶馬呢,嘿嘿,乖乖地摸下兩隻前腳跪下,威了就鬆容地騎上去。 嘩,大家看到張嘴巴不適合起來。 汗血寶馬的聖子這麼暴裂啊,除了蒙鵝,誰可以駕馭得到啊? 今天,居然甘願為一個陌生的伯爺公,虎手貼耳,你說奇怪不奇怪啊? 蒙鵝說,望什麼望,還不快火速回府,通知上下,開眾門掃台街,準備迎接跪下。 等到那群徐蟲走了回去,蒙鵝就為威了牽馬,慢慢在後面走。 途中,路人裡面也很多知道蒙鵝的背景,見到這樣的情形都是驚嘆不已。 喂,喂,蒙鵝啊,老將軍蒙鵝的孫,將軍蒙鵝的兒子啊, 他不為權貴低頭,不為皇后折腰,嘻嘻,為什麼會對一個伯爺公這麼恭敬啊? 蒙鵝呢,話知你說什麼,他都不知多興奮,能夠為威了牽馬開路,他已經覺得好幸運了。 而威了呢,也都坦然接受,看不出有一點點受寵弱驚的樣子,反而是好像他上了蒙鵝天大家的面子,這樣才屈尊往家走這一趟。 喏,可能會有聽眾朋友問,喂,威了是什麼人來的,這麼厲害,威了子是一本怎樣的兵書啊? 威了,他是當時魏國大良人士,關於威了的個人資料能夠提供呢,就只有這麼多。 幸好,威了呢,就留下了一本威了子,而通過這本書呢,或多或少,我們都可以了解到他的為人。 據看書藝文字的記載,威了子就被歸為雜家,威了子一共有二十九篇,今天能夠看得到的,只剩下五卷二十四篇。 威了子集取法、儒、默、道、諸家思想,來論述用兵的方法,在先秦的兵書裡面獨具一格,對後世也有著心軟的影響。 下面呢,就略略講講威了子的一些奇特之處。 最能體現威了兼合法、儒、默、道之說的,就是威了對戰爭的定義。 他是這麼說的,兵器是不祥的物件,爭鬥是違背道德的事情,將軍是必死的官員。 這些東西都是誤到萬不得已不會用的。 又說,軍隊不攻擊沒有罪過的城池,不誅殺沒有罪過的人民。 誅殺人家的父親兄長,奪取人家的錢財科物,以人家的子女為奴隸,為彼接,這些都是道賊的行徑。 所以,戰爭是用來諸除暴亂,禁止不義的事情發生。 軍隊所到之處,農民不用離開他所工作的田間事務。 商人不用離開他所工作的市場和住所。 而士大夫不用離開他所工作的官府。 這是由於發動戰爭的目的,只是在於討伐一個不義的君主的緣故。 所以,武器的瘋人是不會癡到鮮血,而天下都會親近歸附他。 那威遼論自君呢,就由為注重賞罰分明。 他是這樣表述的。 他說,誅殺、賞賜是用來彰顯帳帥的威武。 如果誅殺一個人會使得三軍都震驚的話,那就誅殺他。 賞賜一個人會使得一萬人都感到歡喜,那就要賞賜他。 誅殺的對象要是那些畏高權重的人。 賞賜的對象要是那些卑賤低下的人。 應該誅殺,那就即使對方畏高權重也都一定要殺了他。 這些是刑罰是必要向上追究的原則。 而賞賜就要賞賜那些類似木牛的孩童和養馬的奴伯這類的人。 這些是賞賜一定要向下兌現的原則。 能夠向上追究刑罰,向下兌現賞賜,這樣才可以樹立帳稅的權威。 這個觀點,還算得上堂堂正正。 但是,威療對諸殺的作用就過分誇大了。 他是這樣說的。 我聽說,古代善於傭兵的人,能夠殺死敵人部隊一半的人數。 差一點的,可以殺到他十分之三的人數。 再差一點的,就殺到他十分之一的人數。 能夠殺到一半的,就可以威立海內。 殺到十分之三的,就可以力加諸口。 而殺到十分之一的,也可以令行時卒。 這些觀點,橫體驗體,有不像邪派武功,有少少走火入魔的味道。 而威療亦都像一個傳教士,為他的讀者索造了一個理想化、神格化的將領形象。 他是這樣說的。 作為一個將軍,向上不受天的限制, 向下亦都不受地的限制,在中間是不受人的限制。 沒有了天地人的限制,這樣就可以無敵了。 作為將軍一旦達到這樣的境界, 自然當然不用出手了。 一出手就是,一人之兵,如狼此虎,如風如雨,如淚如亭,陣陣冥冥,天下皆經。 後世的人對這本慰療寺極其推崇,將其他六本書合稱為武經七書,成為研習兵法的標準教材。 其他六本書是哪六本書呢? 孫子,吳子,司馬陽追寫的兵法,黃石公寫的三良,呂望寫的六韜,李惠公寫的文隊。 其實,威療寺不單是一部兵書那麼簡單,他對政治和哲學也略有涉及。 譬如說,清皇的國家就會使人民富裕,清霸的國家會使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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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使 當禍患來臨的時候,就沒有人可以加以援手。 衛遼的這些論述,可以說是洞察深遠,非常厲害,不是大師級的人物說不出。 還有,他說,推舉言人,任用能人,就算不挑選王道吉日,事情也會很順利。 宣傳法制推廣命令,就算不進行占卜,事情也會吉祥。 重視政治,讓人民得到優養生息,就算不進行討告制拜,也可以獲得複雜。 所以說,天時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時。聖人所重視的,只不過是人時。 兩千多年的人,已經意識到任何東西靠的都是人事,不靠天又不靠地。 只但看我們現在,風水學盛行,到底是進步呢?還是倒退呢? 而至於書裡面所講到,怎樣行軍打仗,排兵暴陣,這些都是屬於一些細枝末枝的東西,不算是重要,所以在這裡也都不一一列舉。 經過這樣一番了解,可能有些聽眾朋友就會問,既然竹本的《衛寮寺》有二十九篇,那為什麼當時蒙鐵只看到十二殘篇呢? 這十二殘篇又分別是哪些呢? 我們其實真的有理由相信蒙鐵只看到十二篇,那就是因為當時《衛寮》的確只是寫了十二篇而已。 而這十二篇應該分別是《衛寮寺卷一》的《天官》、《兵壇》、《濟壇》、《戰量》、《公權》五篇。 卷二的《首爾》、《十二寮》、《武爾》、《將理》、《元官》五篇。 還有卷三的《治本》、《戰權》兩篇。 其餘的十七篇就在衛寮去了秦國之後,專門針對秦國和營政的需要而補寫。 補寫的這部分就包括卷三的《重型令》、《五濟令》、《分賽令》三篇。 卷四的《束五令》、《京卓令》、《勒卓令》、《將令》、《總軍令》五篇。 還有卷五的《兵教上》、《兵教下》、《兵令》上、《兵令下》四篇。 而另外五篇現在已經失傳了,所以也不說它。 我們可以看到,補寫的部分都是屬於軍令。 與孫子等其他的兵書比較上來看, 衛寮寺裡面,所以會大量出現這種機械的、鋼性的軍令。 只有一種可能,就是有人向衛寮下訂單約稿。 那誰下訂單呢? 還要問的,約稿的當然是營政。 這些軍令,應該是後來,衛寮在擔任秦國國衛的時候, 主持編讚並且向秦軍上下頒布的軍規法令, 後來就一併收錄入《衛寮寺》這本書裡面。 從《衛寮寺》這本書裡面,我們看得出,衛寮有超償的智慧, 以及他對秦軍所產生的巨大影響,並且最終幫助秦國統一了天下。 但是,大家有沒有發覺? 有一樣東西好像很奇怪, 衛寮寺不是魏國人嗎? 做什麼事魏國不留下他來用呢? 其實在魏國的歷史裡面,可以很容易找到答案的。 將高手趕去其他國家,一向都是魏國的優良傳統。 曾幾何時,戰國七雄魏國是最強,人才也是最多的。 想當年魏文侯的時候,里尼變法,使得天下各國魏國最強,威行四海就諸侯神奉。 但是,前有雙央、吾喜、張怡、繁錐,現在又有衛寮,都是一些當世的奇才。 只要魏國能夠留下其中一個,國運就要從此改寫了。 唉,可惜以及可嘆的是,魏國大大方方將這些英才拱手讓給人,最終淪為漁南之國。 哈哈,也算是夠有自取啦。 那秦國這一邊呢,強手如雲啦。 蒙氏一門,在魯將軍蒙毆死了之後,並沒有衰敗,反而更加顯赫。 蒙毆的兩個兒子,蒙毆做了將軍,蒙家做鍾樹子,都是新居耀貞,畏高權重。 而蒙氏第三代裏邊,又出了蒙鉗、蒙毅兩兄弟,兩個人都是龍鳳之財。 況且,這兩個年輕人與營政關係密切,深得營政的寵愛。 現在雖然官衛暫時低微,但是以後的造化就未可限量了。 除了皇室刑事之外,秦國最顯赫的家族就是蒙氏。 而且可以預料的是,這種顯赫還會一直持續下去。 而這個時候,以後在中國隻手可言呼風喚雨的李氏家族都未壯大起身。 這時候的李氏,李由李占還未長大,全靠李氏一個人撐著門面,自然遠遠不能跟蒙氏相提並論。 現在,蒙鉗邀請到衛療去自己家作客,更加如虎添翼。 那之後又會怎樣呢? 欲之後事如何,且聽下會分解。 接著請收聽李氏傳奇的特別製作, 蕭卓寧,見招過招。 古中有古,見招過招。 威廉的道理,讓本來已經夠強大的秦國,又多了一個不勢出的英才。 但威廉的故國藝國,就留下了一個可以改寫國運的高人。 無論古今中外,無論國家和地方,留不住人才都是一種悲哀。 為何會留不住人才呢? 從人才天然流動的趨勢看, 這是基本遵循了良琴摘皆目而妻,人往高處走,水往低處流的規律。 因為人力資本不單止有志,而且是生有雙腳。 當他用志評估判斷,他從屬的環境不能夠或是不願意滿足他的需求的時候, 他便會拍拍屁股往高處走, 從而造成國家、地方或是企業的資本、資本流失。 戰國時期的秦國是吸引聚集人才的地方。 商鷹、李斯,還有故事現在說到的威廉, 都在秦國找到了施展絕世才華的機會和舞堂, 並幫助秦國最終一捧天下。 現代的以色列,在人才的招引方面亦是出淚拔水。 據有關資料介紹,近十幾年的境外移民當中, 有超過十萬名以上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移民以色列。 很短的時間裏,以色列全國居民當中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比例 達到美國和日本的兩倍,居世界之首。 以色列人才戰略的巨大成功,固然有猶太人愛國的因素。 不過有學者認為最關鍵的是以色列給予各類人才提供了 適合他們創業和發揮才幹的舞台。 一個地方能否吸引人才? 創業環境、創業意識很重要。 很多有抱負的人並不單單為待遇而禮。 如果有好的環境、好的創業氛圍, 他在那裡的艱苦付出,可以成就自己的事業。 這樣他就會認為艱苦一點也是值得的。 舉一個形象的例子, 例如說,能否真正留住一個優秀的醫生, 並完全在於高收入和高待遇。 更關鍵是要提供給他發揮醫術治病救人的條件和機會。 所謂加油吳同樹,何受風凰來? 就是這樣。